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阳光 空气 水是构成生命的三要素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干净的自来水唾手可得 但你知道吗 在很久以前 水的取得并非这么方便 也并不是各地都有自来水系统 为了让民众认识自来水的演变 巴头里人协会与新北投车站合作 在2022年4月至7月 举办为期四个月的北投水道111周年特展 《水网如之》 借由插画与定时导览解说 重现北投水道的前身经事 第一个是就是民生用水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这边是温泉的 产业的发展区 那温泉其实也需要跟自来水做搭配 那第三个是我们再稍微上山一点的位置 有一个卫戍病院的北投分院的部分 那它就是属于医疗的部分 所以就是大概是这三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才去设置这样的水道 除了在新北投车站设有展区外 也分别在四个过去北投水道行经的代表地点设置展区 让民众能借由描绘过去样貌的展览画作 见证水道网络百年来的历史转变 也让民众能更了解水资源的重要 看完这一次的展览之后 我有更认识北投水道的水资源 然后在以后喝水或是用水的时候 我也会更加珍惜 此次展览除了希望让民众能更认识北投水道的历史发展外 也期盼能借此达成教育意义 让民众在平日用水之余 能更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水资源 记者山用期邱雨萱采访报导